2024年5月2日 想象一下这个画面 纳粹人辛苦地赚钱来纳粹 养着一群低收入而吃福利的人 而要和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毒品暴力 而学习教育质量低下的地方 是不是令人绝望 而路易塞纳州州府巴特鲁市的白人居民 他们顶着种族歧视和政治不正确的帽子 通过居民公投历经十年的斗争 把自己从现高比例黑人的城市中划分出去 自己组建了一个新的白人城市 圣乔治市 组建新的市政厅和学区 居民有86000人 70%的白人 少于15%的黑人 而该州最高法院上周破天荒地通过了 这场史无前例的判决 这会将跟美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 反对者认为这加剧了种族分裂的倾向 你对这事怎么看 多年帽子 全都有6个经许地 详谴森